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纪念碑里还有我间的十块呢 纪念碑的树立旨在传播正能量 欧哥我厉害公司人人有超能家家爱厉害的核心企业文化 哼 看我干嘛 等我当上我们厉害少年团的五星团长 看谁敢说我是空能症 没有超能连入团都不能还团长呢你 接下来为您播报国际商务最新消息 山木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将于本周六举行一场臭脚大赛 脚臭都能比赛 这山木有限不愧是股份制啊 员工们是想干嘛就干嘛啊 你怎么不跳槽去山木啊 论脚臭你可是天下第一啊 同在一片蓝天下 我同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公司 可不是吗 山木公司是世界上最卑鄙无耻下流的企业 他自1776年建立以来从头到脚 每一个毛口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就会背书你去过山木有限吗 去年我去他们那儿参加有演讲比赛的时候 到觉得那里 你还敢提演讲比赛啊 你在台上连个整句都念不清 真的咱们厉害丢脸 那是因为我有评评敏感词的超能 演讲的题目是和哪个更重要 我当然想更重要 可是因为比赛前一点 成了敏感词怎么能赖我呢 拉不出屎孩赖毛房啊你 你空能这样懂个屁 行了你咋别打了 还有你就知道开溜 没肯定 救命快跑快跑 救命啊 救命啊 这下超能英雄你肯定也不能说了 姑姐啊布纸呢 你试试雕像大拇指棒棒的 不会吧 也不能说了 假领导是我小河 进来吧 我这个去 这办公室还是KB 我什么都没看见 没看见没看见 领导 签字 你没看到我正忙着呢 你先放那儿吧 是 是是是 这这该在哪儿啊 我说小河啊 是 你在我们这儿有年头了吧 多亏了领导您的照顾 有二十三年了吧 数你资格最老 有没有想过接替吴科长的位置啊 啊 科长 科长 你要升职了 哎 我还不知道该不该去申请 啊 为什么不啊 这事没那么简单 哎 说来话缠 去区一个科长还这么多戏啊 那还要一年前说起 吴科长去视察工地 刚好下雨 当然所有人都抢了位领导撑伞 可就在这会儿 我的超能预见大事不妙 别抢了 让领导先走 可他们真红眼了 哪个肯利用 哎呀 那不就是个意外吗 还真的不能不信这个邪 接任的刘科长 负责一项重要的建设工程 因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为响应 牛总建筑草语流企业的号召 让本次工程来 能够达到草语流的品质 博士特别自定了 好无聊的发布会 全程打官腔 没一句证 不洗玉力 透工减料 发现问题立即甩过的方针 哦 我想起来了 瞎说大实话的科长被抓了 原来就是他呀 哎 怪是怪刘科长的超能 是独心术 他一走神 竟然把我心里想的给念出来了 接下来还有张科长 新来的张科长 总算是把工程做完了 想说开个庆功会吧 哎 张科 您穿得太紧了 不能再吃了 少废话 一粒鱼丸而已 一切就像我预知的那样 熊哥 领导爆炸了吗 哎呀 各自好了 无产阶级失去的只能是枷锁 来 按了接着吃 噓 虚惊一场啊 领导出个仇有什么大不了的 然后他也噎死了 哎呀死了 总之 在这个位子上 死的死的伤了 短短一年多 前后换了九任 我就算不能预知超过十秒的未来 光看这概率也凶多吉少啊 那咱就不申请提干了呗 不申请 假领导会觉得我不自进取 恐怕连现在的工作也难保啊 那 那可怎么办啊 我看 我还是先买个一百万的人受保险吧 万一我要是有个算长两短的 嘿嘿嘿 我不说你说这种傻话 老婆 亲亲抱抱 举高高 要买 怎么也得一千万起跳吧 哈哈哈 老公 我是逗你玩呢 别哭了啊老公 唉 你真是太难了 你虽然能预知危机 可最多啊 也就比大家早知道个十秒 而且有时候还看不太明白 哪怕像隔壁老王一样 能隐身个十秒也好啊 嗯 隐身 时间不多了 三十六计 我躲 该来的终于还是要来的 我去 还得赶紧换个地方 还好我有预知能力 看我往哪找 还来 我跳 这小河跑哪儿去了 让他接待一下新调了的朱科长 都找不到人 唉呦 太好了 危机解除 啊 够不着我怎么办 我手机 那你做回事啊 啊 救命啊 嗨 我们家小河丽啊 是个子宫的钉子户 都三年了还不愿意出生 哇 这 这宝宝都是写字了 人才呀 嗯 他啊 总有理由不出来 不知道这次又是为了啥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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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